新闻大白话年终破关 解任务 任务一订阅新闻大白话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任务二小额月费加入新闻大白话的会员 用行动来支持优质节目 让我们一起监督政府 各位观众朋友午安 欢迎收看TVS新闻大白话 我是今天主持人王浅秋 那么今天带翟轩的班 那么今天有好几则重要的消息 待会陆续可以跟大家来讨论 比方说卡神杨慧如 他攻击用网军来攻击外交官 今天被判有罪六个月徒刑 然后今天丁宇宫性骚扰案 二审开庭 共谍案向心六个人 搞了半天一年多以来 结果全部不起出处分 另外还有林长佐传出来说 他的罢免案初审居然没有过关吗 我们待会仔细来讨论 但是究竟什么样的新闻才叫做重要 我们来看看 忍不住要看一下自由时报 这个是陈时中部长这两天的新闻 大家都觉得很重要 在各报理论上应该有版面的 可是在自由时报的版面 我们找了半天 A1 A2 A3 24 没有到了A6找到了 在哪里呢 只有下面这么小 一则大概200个字左右的新闻 报导了陈时中部长 是不是在不当的时间点 或是在特殊的场合 跟某些人一起欢聚唱歌 没有戴口罩的情况 旁边更讽刺的是 开放八大场所的这个新闻 还比较重要 标题还比较大 而且这则新闻是在帮陈时中澄清 说他是个假新闻 假讯息吗 这就是媒体来判断 到底重不重要的标准吗 所以这实在是非常有趣 我们来看看难怪陈时中部长 可以这么理直气壮而有恃无恐 我们看到陈时中K哥的这个影片 一波二波 然后一直在不同的频道上面 其实很有趣是从民间自己社群 或者是LINE的群组里面所传开的 那么结果他出来的说明 却是相当的理直气壮 而且他也不认为有什么问题 那么甚至今天还有新的书法是说 聚餐的地点是在台北市 常见的私厨而已 如果有陪室的场所早就死了 那么认识陈时中 陈时中另外一位就是被爆说 他曾经有收过回扣 然后涉及健保驾临案的这一位医师 他说是跟郭台强这两位 都是第一次见面 那么甚至还有一个他的朋友 跳出来说刘姓教授说 在场如果有女士 我愿意捐女士就是女陪室 有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的话 他就要捐一亿 而且要辞教授 现场有二十多人 绝对没有不可告人之事 可是二十多人其实就已经违反当时的防疫规定 一桌只能八个人 所以我们看看他昨天的说法 到今天来看看所有的媒体的报道之后 他仍然非常的理直气壮 先来听听看他昨天公开的回应 我想这也是没有必要 那这些人跟我的职务上 并没有厉害的关系 我不知道他的标准是怎么样定 就是说就喝酒就要下台 还是唱歌就要下台 我想这个标准有很多 那基本上我们都符合防疫的标准 跟生活的规范 大家也知道我有抽烟 我的那天也没有抽烟 我实在是记不起来了 标准有很多 我知道在民进党政府的标准里面 就是双标 只要牵涉到你们的都没有事情 其他人的牵涉到的事情 就好严重 非常的可恶 但是其实公务人员 基本的规范是明文的 白纸黑字的规定 其实这是有损观真 而且违反公务人员相关的考记法的 所以他当天说场地不是招待所 是餐厅 今天讲是私处 也不在万华跟大同问他在哪里 都不在在哪里 在你的心里 那有没有违规影片中的一切 都符合防疫规范 而大家拿出一些证据来说 其实很多的地方不符合 待会可以跟来宾来讨论一下 那么在场的宾客 除了邀请我的朋友以外 都第一次见面也不认识 那至于要不要查厉害关 正丰要不要查 正丰要不要查是自己决定的 部长说不用查 因为没有厉害关系 是他说说了算 正丰是由他来决定要不要查 至于室内是不是有抽烟 违反相关的烟害防治法 他是卫福部长 他说我不记得了 大家知道我有抽烟 那也不回答 那一切当在野党认为说 他如果是在国民党时代 早就下台了 他就说不知道标准在哪里 难道唱歌喝酒 就要下台了吗 那么我再看看宴会的地点 是餐厅私厨呢 现在传出来是在这个地方 奥迪文创的意大利肉铺 这个地点其实也是蛮高档的地方 那有没有厉害关系呢 郭台强表示 根据他的股东报告书 积极开发医疗照护 这个有没有关系呢 然后再来 就是健保费福报有诈欺的相关的案底 这样子的嫌疑被起诉 这位医师跟他一起在同一个场合 收了回扣上超过千万 判了12年 有没有厉害关系呢 所以一个是有相关的医疗照护的业务 要跟卫福部申请 那么一位就是曾经是收惠的医师 跟他同场 他今天才又说不认识 第一次见面 那我们再看看 是不是符合防疫规定 每桌至少八人 是当时公开在卫福部网站上 可以查到当时的要求 每桌八个人 采取下列至少一项措施 例如座位隔板 餐点加盖 公块母吃 专人分案 个人餐 有啦 因为专人倒酒 这个倒是有啦 然后落实防疫措施 距离等等之类的 可是我们随便算一算 123456789 至少也有11个人 现场今天那位教授自己出来说的说 有20多人 不是就已经违反防疫规定了吗 那不记得哈烟这件事情 董事基金会就打电话去 他也发了陈金 因为他电话被打爆了 那么有违规 就应该要罚 你是主管机关 你是负责执行 烟害防治法的主管机关的主管 你不用罚 你就可以说不记得 就算就可以规避了吗 那么到底标准在哪里 我们好 我们看看国外好了 他三之十可以公错 前英国的卫生大臣和考课 八卦媒体曝光 他跟幕僚外遇积文 辞职 可是像我们的王碧胜 或相关的官员 其实就没有事情 或者是在国民党时代 有更多可以讨论的 我们 当然这也是跟防疫距离有关系的 强哥 我们先来介绍今天来宾 第一位就是我 看到第一眼就说还活着的 我们的台北市医院罗志强 强哥 大家好 第二位当然是我们的董志森 董哥 大家好 在看到这样的新闻 跟今天陈时中的理直气壮的时候 看在国民党的相关的人眼里 应该特别有感受 点滴在心头 我觉得你们都是刁民 这种那么小的事情 要拿出来讨论 这不值一谈 其实真的重点没有讨论到 其实陈时中他这一场 不管是餐序也好 或者是饮宴也好 不管是有传播妹还是没传播妹也好 其他今天的最大亮点是什么 你知道吗 亮点 最大亮点是 他证实了他是中共同路人 所以中共同路人阵营又再度的扩大 对不对 已经不是只有罗志强是中共同路人 也不只柯文哲 不只韩国 现在加了陈时中 因为搞了半天 在旁边那个女生 原来是平潭招商局的副局长 不得了了 我说真的这个陈时中就原来是照民进党的标准 就是中共同路人 我讲很简单一点 这照片大家只拿出来 如果拿出来之后 你看到陈时中旁边站一个平潭招商局的局长 你把陈时中的脸换掉 你给他换柯文哲 你给他换韩国瑜 你换上去换朱立伦 你看看民进党怎么骂 民进党怎么骂 所以只要换到陈时中 没事 太平没事 更重要一件事情 我刚刚说这都小事情 陈时中神 你们拿这些事情找他麻烦 这是太不够意思了 我看更重要的是什么 今天有人爆料了 是有传播妹在里面的 而且是中共派来的 天哪 很大条 抱歉 不是主题有人讲 也不是罗志强讲 是谢昕妮讲的 而民进党的人讲的 民进党的人讲话 全台湾最有公信力的人 就是民进党的人 挂了民进党的党会号 他说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死就是死活就是活 所以民进党讲的话 国民党罗志强 王俭秋 我们董哥讲话你不用理 但民进党讲的话你一定要听 所以他说有传播妹 就一定有传播妹 如果没有传播妹 他说传播妹拍的 对不对 而且被渗透了 是他说有传播妹的 那如果他说的不是真的 陈时中要法办人家 第一个法办谢昕妮好不好 法办他 这个还是小事 而且是被中共渗透的传播妹 那不得了了 我跟大家讲 奇怪 我真的对民进党最不满的一件事 抗中保台不够彻底 我们有反渗透法 反渗透法要出来了 谢昕妮总要办一办他了 对不对 他既然已经 不要想办他 至少是证人 他知道有中共渗透的传播妹 这么重要的事情 反渗透法先把谢昕妮抓去问一问 到底里面的传播妹是谁 然后里面到底中共渗透来运是谁 很严重的国安问题 不可以轻忽 赶快把谢昕妮至少约谈他 有吗 没有 所以我跟你讲 这么大的事情都不在乎了 防疫规定算什么 明明就是只能八个人 我十一个人 还有说二十个人 陈时中的防疫规定 本来就遇到陈时中会转弯 大家是第一天才知道吗 对不对 今天八个人遇到陈时中 八百个人都没问题 所以里面随便数就十一个 然后一个教授出来 突然爆料说二十几个人 请问陈时中 又是他说谎还是你说谎 所以回头你就看到说 今天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 我们的陈时中的问题是什么 你想想看 不要讲别的 你看他回答问题 如果是我在这照片里面 场地遗云 然后我说 不在万华也不在大同区 这是什么 你会放过我吗 在你心里 你就直接跟我讲 在哪里就结束了 不在万华也不在大同区 也不在中山区 也不在大安区 也不在文山区 也不在信义区 也不在南港区 也不在内湖区吗 这是什么回答 请问各位 这什么回答 他没有回答 就是没有回答 对 影片一切符合防疫规范 当然就睁眼说瞎话了 我们虽然那时候 疫情不像现在疫情 可是去年六月十五号 就算你讲日期是六月十五号 是不是六月十五号 我告诉大家 抱歉我都打问号 因为陈时中讲话不算话 说谎的记录斑斑可考 他跟你讲六月十五号 你就相信 我是打问号 只是他为什么讲六月十五号 他读你也找不到别的日期 要找六月十五号日期 因为这日期看起来 已经最 看起来最松的 一个防疫的规范的 一个要求标准 那一天可能可以 稍微解释的过去 但是很抱歉 防疫新生活里面 就是八个人 因为刚好罢函结束 那时候投票都没有问题 所以应该比较宽松 这个请求最记得那段时间 所以你看到就是说 还有那西烟 你为何不是烟害的主管机关 对不对 你自己带头去 违反那个烟害的一个规定 防治法的规定 那所有东西 今天民进党就这样 反正所有的标准就是 我可以踩 我可以破 我可以这个不遵守 但你千万不要摸到 你摸到我告诉你千刀万寡 对不对 那个什么临死猝死 所以回到陈时中的问题 这些事情对他没伤害 我告诉你 他要选台北市长照选 蔡英文要他去哪一选就照选 完全没有伤害 船过水无痕 我跟大家保证 不到一个礼拜 来看看还有没有这个新闻 没有了 而且大家完全忘了 陈时中曾经讲过什么鬼话 我完全不记得 为什么 因为陈时中讲的谎话太多 多到我们的脑容量 正常脑容量是塞不进去 你不会记得他讲了什么话 所以他自己就说 他说标准 标准有很多种 董哥 所人家在身上标准 都不太一样 标准只有两种 一种给钱贵的 就是陈时中们 民进党的支持者们 八一七分 一个就是普通老百姓 其实很简单 为什么 因为台北市议会 现在正在施政总执行 下个礼拜还有 只要有个议员当场跟柯文哲 还有柯文哲旁边 那个卫生局长当场检起 两件事 第一个 陈时中部长违反 当时候的防疫法 第一个 室内八桌 距离要1.5公尺 这是陈时中当场规定 所以我们当场告发 第二个室内抽烟 我们也告发 当场检起 看你柯文哲政府办不办 因为都在台北市发生 这个太简单了 那我们就看下来怎么处理 有个外劳 他来台湾 要被隔离10天 肚子很饿 晚上就把泡片拿出来 因为饮水器就在走廊 他就从他的房间 走出来 走出来去 泡个热水8秒钟 8秒钟 预备录影 然后赶快躲回去吃泡片 然后第二天被发现 花10万 对 大家印象很深刻 外劳来台湾 出劳力就是为了要赚这个钱 10万 他好几个月的薪水 一个月两万多 三万多 你看他三个月 三四个月的薪水就没有了 就吃一口泡片 我们防疫中心规定这么严 可是我们对陈时中呢 陈时中没事情 对不对 有很多种标准 什么都由他讲 我们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 大家都记得国民郎那时候 仙香川在8月8号 带着老丈人去吃个地瓜粥 刚好发生了八八风灾下台 他那时候还不知情 对不对 早早就去吃了 风灾是晚一点才来的 可是观感不好 那为什么国民党要下台 民进党不用下台 还大喇喇 不然是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你今天看到台湾很多标准 那标准其实真的只有两种 一个钱贵的标准 民进党的标准 利盈的标准 他们讲什么都可以 对不对 就好像刚刚罗智讲讲 如果那个脸犯韩国瑜 旁边是个平坛的副主任 那还得了 那不得了了 现在国民党连四大公投都不要办了 我老实讲 所以你今天看到了这些 你会发现说 我们台湾原来很多人 够着生活 还有他的世界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那时候 陈时中被造成怎么样 突然说满头白发 好辛苦 好辛苦 然后躺在那儿沙发 还有一个痕迹 好感动 阿中部长我爱你 你看那时候民调多少 百分之九十四 全世界只有一个人赢他 金正恩 其他都出发 民调这么高 威武 对啊 你看这个太了不起了 造成这样 然后现在出了四 好像也没 好像也没有人追究 他的长官 或者谁都来替他讲 民进党很多人说 这阿减阿淹没 是一个 连苏贞昌都叫出来讲 一个叫孤烟 牧残的一个网站 中国大陆一个网站 从那里出来的 所以 然后又有传播妹 什么故事通统出来的 所以他就变成 是一个 中共在对我们这边 名利最高的部长的打压 所以我们更要反中 反共 对不对 我们现在骗人 一场这样的戏 那如果每一样都用反中 就可以解决台湾所有的问题 那也太简单了 我们台湾现在问题很多 你光你的中央疫情中心 最近发生什么事情 不要讲你前面的那个王必胜 对不对 你现在小黄卡日本不承认 就是一个大问题 对不对 小黄卡就是这样 那你今天看到了 我们的疫苗 疫苗最近出了一些问题 你也不讲 要到急的 这个刚买到的 对不对 59万都记得 这些根本的解释不清楚 是不是有人拿到好处不知道 所以你今天看到了 我们的卫福部 现在的观感就是给人这样 那最大的观感就是台湾 就是钱贵跟平民的两种标准 民进党永远在当钱贵 他永远比别人还高尚 他们做错的事情 永远不用负责 我一直笑 可是笑着其实心里有点酸 会不会笑着笑着眼泪就滴下来了 像我们的平民老百姓的地位之所以 这么的地位被大家可以随便践踏 是因为这个有两种的标准 在我们的台湾社会 公务员服务法不见了 那个阵风要查自己说了算 他因害防治法部长说 不记得就可以算了 这就是台湾的法治社会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